我是国主主教 李志 欢迎一个悲伤点的BGM 谢谢 今天在直播间 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抢了两天 我在球场上回应了一位球迷 对国主的建议 我的行为非常不合适 让大家失望了 我不应该也没有资格 站在个人的角度 随意的去恐吓任何一位球迷 我认识到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任何人都有在足球上 提出自己建议的想法和权利 而我作为主教 也一定要尊重大家的表达的权利 我之前也说过 国主球员吃的海参 都是所有的球迷 一分一分纳税 一分一分纳税 赋予的 是所有球迷一把尺一把尿的胃养 让国主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有了现在提供海参的中超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不应该忘记 我来自哪里 也不应该迷失自己 这两天 我一直在反省 也看到了网 也看到了大家在网上的讨论 对不起 我让大家失望了 对于我的行为不当 我诚恳地接受 大家一起的批评和建议 我会静下心来深刻反思 我想清楚 当时 为什么要出发 要怎样做 才能服务好更多的穷迷 所以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和监督